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六集 那巫术萤火虫成群结队的漫天飞舞 幻光俱合 恰似深埋地下枉死成 重现人间 三人躲在赵老鳖身后 只看得目为之炫耀 这才知道原因来 先前在荒草丛中看到的 远远有座灯笼城 竟然是这许许多多的 非营聚合而成 若不是今夜亲眼所见 实难想象这世间会有这等奇观呢 司马辉 想起曾听人说过浮草为营 萤火虫都是腐烂的荒草所化 大量集结在一处时 必然会凝聚起萤灰之气 遇着活人的阳气击退 而且萤火城始终在缓缓移动 此前三人在坟地里迷了路 以远处的萤火作为参照物 无论你紧走慢赶 是进是退 迟早都会失去方向感 渐行渐迷 犹如撞进了鬼巷子 但是为何此时能够离的萤火城如此之近 司马辉心中稍加思索 已然醒悟过来 肯定是那枚钉风珠的阴腐气息更重 遮住了四个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生气 只是他并不知道赵老鳖为何要处心积虑地接近那座萤火城 这时就听赵老鳖把声音压得极定 对着司马辉三人说 那些鬼火般的灯笼虫 都是枯草腐尸所画 想来那萤火换具围城 本不甘是人间所见的景象 这是足以说明地底下埋藏着一件极其阴沉的东西 才引得大量飞银成群结队 拒而不散 按赵老鳖这辈子从关东寻到关中 又到关中找到湖广 足迹半天下 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时间 所求者正是此物 但是故障难民 你们如能在旁乡中 自然最好 事成之后 俺必有答谢 原来赵老鳖精通古术 除了鳖宝博物的本事之外 更是受过艺人传授 深得柳庄妙诀 比如像什么奇门遁甲呀 八卦五行一类也都了如鸡丈 平日里到处走村串寨 寻访奇珍异宝 无意间得知了罗诗坟附近有座萤火城 此城变幻无方 仅在特殊年费的种下之夜 才能一见 据说那些萤火虫 都是在亡死城中的鬼火灵光所化 这座鬼影般的火城子 明灭不定 并非时常都能见证 只有逢着灾节之年 阴槽鬼斧门关打开 要往里边收人的时候 才会出现 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赵老鳖推测 萤火城附近 必定埋有奇异之物 而且此物吸尽了日月精华 天地灵气 使者整条地脉都已僵枯了 绝对非同小可 只有找机会 寻踪秘迹 看清这座萤火城的根源 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那时才可失数憋爆 长沙城方圆数百里之内 皆是九龙归位的风水地 共有九条地脉 九龙形式各异 而且贵贱也不相同 附近古墓旧种极多 上至春秋战国 下至明清两代 埋葬至巫术王侯将相和达官县贵 通过古墓所在的地形 可以大致区分判断 藏于平壤者多减税 而藏于山林者多减舍 但赵老鳖并不是盗墓人 他所要寻找的是条穷脉 也就是从黑屋废墟到螺石坟一带 萤火虫只在这附近出没 他先后多次探查 发现这螺石坟是树片坟营相连的漫洼野地 有无数的坟丘谷种 民国以前是买死人的乱葬缸 大部分坟头都没有墓碑 起伏的地形都被荒烟摔草所笼罩 野离喜欢以阴冷的墓穴栖身 所以牧草之下到处都是被梨子掏出来的坟窟窿 这些窟窿和洞穴有深有浅 兴炉密布 外面都被长草掩盖 丝毫也看不出来 倘若有行人经过 只要有一步踏错 陷到了窟窿里 就算当时走运没把脚崴断 可等到好不容易把腿抽出来的时候 也早就被坟窟窿里边藏得的野离地鼠等物 将脚上的皮肉砍个干净 抬腿一看 那足底下就只剩下血淋淋白森森的骨头了 这地方即便在大白天进来也容易迷路 何况这萤火城仅在夜晚献行 而且遇到活人接近就会一看 想借此追根溯源 又谈何容易 如果盲目的在坟营间乱找乱挖 那就如同在大海里边捞针了 这世上万物都讲个缘分 缘就是机会 所以也称机缘 机缘这东西最是可遇而不可求 赵老别在各地寻找了许多年月 穷尽了无数心智 终于找到了黑屋图案中的钉封珠 他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如今所要等待的就是接近萤火城的时机 赵老别估计自己要找的这件东西 个头肯定小不了 想从坟地里运回家来 可是不容易 就拉拢司马辉三人帮忙 并且许以众筹 但是按照以往旧历 在事成之前跟着相帮的人 绝对不能打听具体细节 司马辉和罗大海 本就想跟着看个究竟 又见有利可图 自然大遇 夏青知道司马辉一旦决定了要做什么事 天王老子出来也阻拦不了 事已至此有进无退 只好表示愿意在旁乡住 赵老别还是有些不放心 又低声对司马辉说 咱把丑话说在前头 事成之后 只要俺赵老别有的 啥都能给你们 可唯独不能用俺 今天晚上找到的这件东西 司马辉很不屑地说 像我司马辉 毕竟出身于陆林旧行 早年间我们家府上 什么气贞一把没有 就连后院牲口棚里拴驴的锁子 还是杨贵妃 在马尾坡上上吊的那根麻绳做的 虎窗屋址都是北宋的乾坤地理图 我能稀罕你从荒山野坟里边 抛出来的东西 赵老别不禁眼孔小 心思更沾 他又长长一己夺人物 听了此言还不甘心 追问道 此话当真 司马辉心想 老子是何等洋人 说出来的话岂能不算 便读海咒道 朝廷有法 江湖有礼 光滚不作亏心事 天下难藏十尺深 有十八罗汉祖师爷在上 我如若出口半句虚言 必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嗯 赵老别点头道 这话就得够分量了 看来司马团都果然言下无许 现在时辰不早了 咱们要赶紧着手行事 随即带着司马辉三人 扶在草丛中 悄悄跟随着萤火城 在荒野街不断移动 此时夜色正浓 只见有许多灵性的飞营 都从草窝子深处飞出 不断聚入萤火城中 万千营阳结成的火墙 散发出团团光雾 看过去灿弱消汗 由于距离极静 目中所见 唯有流营漫天急窜 卷着一波波光雾盘旋不定 司马辉和罗大海下擒这三个人 看见到营竹羞然忽灭 只叫人烟花缭乱 黄柔置身于梦境之中 觉得眼睛都有点不够用了 赵老别观察了好一阵 终于看到流营 大多是从一座荒坟后边飞出 能使枯草化虫 肯定是辅惠最为阴重之地 看来那地底下必有古怪 当即带着三人摸到跟前 那草丛间是片低洼的深空 香齐形势 犹如锅底 里面生满了杂草 拨开一人多高的乱草 就见草盖下边有条地裂 狭长树米 宽处刚可容忍 两侧阴冷的土壁上 草根盘结 里面密密麻麻 浮满了还未成形的灯笼虫 最深处凉风洒着 黑漆漆的竟然见不到底 螺丝坟一带 土质松散 加之天汗少雨 使得地裂极多 深浅不一 加之许多田鼠和野狸的活动 形成了许多地下洞系 但这些洞系很不牢固 随时都会随着土石滑动而崩塌 没有任何人敢轻易钻进去 除非是活腻了 招老鳖带着两捆长绳 他先用绳子 附住了马灯 一点点放下去 借着灯光溃探着洞底的情况 绳子放出去十几米 在晃动的模糊灯影下 隐约可以看到地缝中有块黑石 石表凹凸不平 露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窟窿 质地光润似玉 两米的米斗大小 估计大约有数十斤的重量 在灯下泛着妖异的寒光 赵老鳖在地上拽起长绳 探着身子不住地往下掌网 他一见此物 激动得手都有些发颤说 老天爷开眼了 司马慧等人却似坠入无理深物中 此前他们还以为赵老鳖 要找什么惊天动地的宝物 原来只不过是一块 毫不起眼的黑石头 赵老鳖看准了方位之后 就立刻把马灯拽上了 解开了绳索套在自己腰间 他要亲自下去取宝 而让司马慧三人留在上面 牵引绳子 夏青看着好奇 忍不住问道 老赵师傅 这 这是块矿石吗 赵老鳖隐藏不住心中的得意之情 嘿嘿笑道 嘿嘿 啥 矿石 你这黄毛乳秀未干的丫头 真没见识 莫非你看赵老鳖像是找矿脏的 罗大海可不吃他这头 崩起脸说 别跟我们卖光脑 念得咱们伤持一场 我奉承你可千万不要错误地 估计了你当前面临的形势 你要现在不给我们交代清楚 你信不信等你爬上去之后 我们立刻就给你活埋了 赵老鳖一惊 他相信罗大舌头这号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连忙服软道 可别 爷们 就算刚才错误地估计了当前那啥形势 成不成 你可千万别给俺使那损招啊 罗大海不耐烦的 什么叫就算呀 你肯定确实是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 赶紧说这石头是啥玩意儿 赵老鳖只好暂且交底 他烟不离口 再次蹲下身来填满了烟袋锅子 边抽 边问罗大海等人 你们可知这东西是从何而来呀 罗大海和夏晴哪里知道 立刻被问得张口结舌 接不上话 罗大海怒道 你大妈不费什么话呀 我们要知道还用得着问你呀 只有司马辉见赵老鳖 将这毫不起眼的黑石视为至宝 想必必有非同一般之处 他稍加思索就答道 这是荒无人烟的旷野坟营 若非天然所生就是古人所造 但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来历 大凡是有大本事之人 都不愿意把话说得太透 可能那样会显得自己太肤浅 而赵老鳖也有这毛病 他得意的笑了笑 嘿嘿嘿 这东西可太稀罕了 连当年慈禧太后 也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 你要问他是什么来历 赵老鳖说到此处 故弄玄虚的抬手一指 从天而降 司马辉心下一片盲着 仰起头来看了看夜空 玄机翻燃醒悟 问道 这是雷公墨 赵老鳖点头称 这东西名头甚多 根据地区年代不同 观速两路的称谓也非之一个 也有称他是雷公墨或霹雳坎的 其实啥雷公墨 雷公石 说穿了就是一块 从天而降的陨石 按照史书记载 当年有块雷公石 带着酣火 落在了咸阳城 把附近观看的人群 都烧成了灰烬 雷公石之地 犹如黑玉 经得住异常拙烈的烈焰焚烧 又是从天外而来 所以被古代认为至宝 更说是什么天地之秘密 全在此时中 赵老鳖又道 非之如此 古老相传 实能镇宅 这雷公墨 更是可以作为宅仙 山西山东等地的大户人家 都有祖庙寺堂 将雷公墨供奉在其中 便能保得家门平安 荣华护贵 不求自得 收据天下的金银财宝 再也不费摧毁之力 罗石坟 是九龙归位中的一条龙脉 这块雷公墨 恐怕就是龙口里的珠子了 虽然世间的陨石算不得罕见 但无非是石铁的属性 也只有这黑鱼般的质地 才能被称之为雷公墨 墨属于极阴之物 它腐化衰草 引得山中流勇聚集此城 端得是件西式宝物 但是 根据古书记载 想供雷公墨作为宅仙 也并非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稍有些许差错 就会招灾引火 因为雷公墨实性太阴 生人莫尽 唯有找来一位老乌公体内结成的褥株 将其养入雷公墨内 时候久了 就会在雷公石表面 逐渐生成一层肉碱 借此才能消去墨中阴府之气 不仅如此 家中还要每日宰杀乌鸡白犬 把满腔的鸡血狗血 都淋着裹着雷公墨的肉碱上 只有如此供养 才能留得住宅仙 从此以后 老赵家就是富贵无边 荣华无性 有发不完的才 想不尽的福 可是只要有一天 断了宅仙的香火 各式各样的倒霉事 便都会立刻找上门来 非仅令你倾家荡产 更有灭顶之灾 躲都躲不过去 罗大海听了并不相信 他插嘴道 要真是这样 那岂不是日日夜夜 都要担惊受怕 看来还是没产也最舒服 咱无产阶级 把道王爷糊涂的 糊涂斜的底下去了 一抬腿就能全家上路 这辈子四海为家 那是活着无牵无挂 司马辉也才赵老鳖所言不识 上什么地方 才能每天找一对乌鸡白犬 此人挖掘雷公墨 肯定还有别般企图 但他明知再追问下去 赵老鳖也不会吐露真相 只好就此作罢 这时赵老鳖已经抽足了烟 也把该说的话都说透了 就起身钻入地缝 其余三人合力牵扯绳索 小心翼翼的将他放到了雷公石旁 赵老鳖用手扒住了草根 一脚撑住了土层 拨开了一层层的壤涌 通过附近的技巧 可以看出应该是先有陨落 后有地裂 如今那块漆黑异常的雷公墨 就那么不上不下的悬在地缝当中 与两臂相接的位置 竟有拳头大小 似乎稍微一动 他都会顺势滚落深渊 赵老鳖可不像这道嘴的鸭子飞了 他格外谨慎小心 让司马辉放下第二根长绳 轻手轻脚的将雷公墨捆覆起来 看看戏得牢固了 就举起马灯在半空中虚化了几个 首尸 就举起马灯在半空中虚化了几个